这种评论与您平心论 大家好 我是宋忠平 今天是俄乌军事冲突 进入到第105天 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聊一聊 俄乌的和平还有多远 这个事情其实现在已经是细于一身 也就是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如果能够放弃自己的荣辱得失 那么这个事情或许能够尽快变成现实 也就是俄乌之间迎来和平 你看泽连斯基就指出 如果要想恢复2月24号前的控制线 那么双方之间才可以去谈判 才可以谋得和平 这个话的意思是乌克兰最终的目标 还是要收回所有的领土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没有办法谈 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和普京开展和平谈判 但是他也指出胜利应该在战场上取得 但是这个呢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又希望呢和普京进行一场对话 那么这场对话呢 应该是双方之间的领导人开诚不公的去谈 但是作为泽连斯基来讲的话 也希望西方还是要加大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来看一看外部的势力 英国首相约翰逊就表示 不要强迫泽连斯基和俄罗斯签署 不利于乌克兰的和平协议 其实是不利于西方国家的和平协议 所以外部的撤走因素也是非常非常之多 包括德法裔这些国家呼吁 俄乌之间停火 要谋得和平 但爱沙尼亚总理呢就坐不住了 说现在为时尚早 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 有一些国家呼吁和平 有一些国家是反对和平 不仅如此 泽连斯基呢再次指出 由于自己的军队装备不如俄方 而无力进攻 所以还需要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 先进的武器装备 进攻型的武器装备 来给乌克兰军队 白宫呢接过来这个话 就指出将会接近所能让乌克兰处于实力的地位 什么叫实力的地位 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 但我们不得不说一点的话 现在的泽连斯基是很难 和谈呢很有必要 但作为泽连斯基 他现在要妥协的话是非常的痛苦 同时呢英美这些国家呢 也是不甘心失败 一旦谈成了和谈 达成了协议 做出了妥协 英美的战略 那乌克兰来制约俄罗斯的战略 就彻底失败 其结果是什么 将会是以土地换和平 以土地来对抗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的制裁 这个是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同时我们知道 作为泽连斯基来讲的话 是不是还能打下去 关键在于两个支持度 一个就是国内的支持度 另外就是国际社会的支持度 如果这两个支持度越打越低 泽连斯基将很难再撑下去 所以能不能打下去 关键是内外兼修 这个很关键 如果坚持下去的话 对俄罗斯会有利 也就是俄罗斯将会得到更多的土地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话 无论是之前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到现在的第三阶段 军事冲突 军事斗争 俄罗斯都不断地在火力 作为西方赫泽连斯基 必然如果遇到失败 遇到目前之中窘境 肯定是相互埋怨 彼此推责 这恰恰体现出来 彼此都不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 和平的时间节点 我们可以看一看 2022年年底 也就是等下一个冬天 再来的时候我们看一看 究竟情况如何 但是作为俄罗斯来讲的话 就算和平了 那么很多乌克兰地方武装 也不会轻易地去 举起和平的大旗 也会不断地对俄罗斯军队 所控制的地区 实施各种洗扰 因为俄罗斯拿走的是 这些地方武装的地盘 那么他们也会和俄罗斯 继续来打游击啊 所以和平确实不容易看到 尤其是长久的和平 但是我还会和平均 所以不想要让你 以后 也会和平均一样 这些地方武装 这些地方武装 就是这些地方武装